骑士下的急忙剪速 因为有东西突然飞到马路中央 转头一看原来是建案的广告看板 上头还有固定用的木头和绳子 差点碾过 监视器也拍下夸张瞬间 看板就是被证明穿白袍的男子丢出去 也不顾旁人阻止 甚至义字包包也都遭殃 差点波及路过车辆 以免阿姨和阿伯急忙上前捡回来 但怎么会惹怒对方 地点在新北市三重一处诊所门口 由于附近有市场人潮车潮很多 加上有不少建案 整条路上不少建案的举牌员 丢人看板的择一四市诊所员工 而我们也实际找到受害的举牌阿伯 爸爸也等到外面 他也等到外面 他说不能放在那里 人家要放在那里 我早上才开始 早上才开始 对啊 人也不知道 原来这名阿伯已经高龄82岁 为了养活自己 出来当举牌员 一天只赚800 当天他是第一次到诊所前面摆 怎知引来对方不买 他是有判断 他跟我们说 不要这么多 我们也跟他说 抱歉 有一个人就给他担住了 违国也就没办法了 我们为了 老爷子要花几千千 你跟我们交代 我们不要发生事情就好了 对吧 可依法开罚 一千两百元至两千四百元罚款 并已造成道路上 公众往来通行之危险 恐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 对此诊所表示 主管以及影片中的员工 都没上班 暂时无法回应 但不少人认为 若看板妨碍通行 可以驱赶或报警 做法没必要如此极端 TVBS大运动家 运动民一起竞技的殿堂 马上下载 跟中华队一起 All Win